论语别财大隐士巢 南怀锦讲述 子鹿诉于石门 尘门曰 西字 子鹿曰 自孔氏 曰 使之其不可而为之者语 有一天 子鹿在石门这个地方过夜 早晨起来 有一个尘门问子鹿 从哪里来的 子鹿说是从孔先生那儿来的 这个尘门说 就是那个姓孔的孔秋 那个明知道做不到 硬要做的人吗 这个尘门就是隐士 他学问很好 道德很好 可是隐居在一群下级干部当中 古代有所谓小隐在山林 大隐于世朝荡隐士跑到山林中是小隐 消极的 是孔子所谓的屁士 屁地 有些人一生做官 而在最后临死时 才知他在荡隐士 死即大隐于世朝 所以有些朋友想退下来 我常劝他们不必退下来 有一分力量贡献完了算了 有的人说退休下来做生意 但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说 做了几十年公务员 想退下来做生意发财 那我们一辈子鸡十年都做生意的人 岂不白做了 所以我常劝朋友不要退 和不把自己这点力量贡献出来 该有多好 这就是大隐法 如苏东坡的诗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 非常妙 现代式工业社会 当隐士与农业社会不同 只要有一点生活费 租一个公寓式的房间 在里面读书也好 静坐也好 不与人往来 死在里面烂了 别人都不会知道 所以现在当隐士 更可以隐于世朝 一笑 上面讲隐士的路线 但为什么要当隐士 因为对时代莫有办法 陈门这位隐士 就说孔子并不是不知道做不了 他明知道做不到 却硬要做 这位陈门老兄 批评的很恰当 莫有骂孔子不对 也没有说孔子对 只对子璐说 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姓孔的马 在论语中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隐士了 孔子为圣人 重心就在这个地方 而孔子的难学之处也在这里 例如老子 庄子等很多学问高超 修养深邃的人 知道面前这个时代无可挽回 他们就退隐了 后来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 本名王通 写藤王格旭的王伯 就是他的孙子 如 是 到三家的学问都通 在隋扬帝的时候还年轻 有志于天下 但到触碰必行不通 看到当前的时代不宜施展才学 于是退下来讲学 培养下一代 教化年轻的学生 传播种子 后来唐太宗的开国名臣 如房玄陵 杜如慧这一班人 都是他的学生 他的目的达到了 所以他死后 门人尊是他未闻种子 在这一班公司 我会不会确定 他根本就是 出发了 这一班公司 是 要不正大 小语 武男生 都在参加 进来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